大家好 我是大鼎哥哥 最近网上有段子流行说 还没有上市的小米苏7已经被吉利给包围了 而我们今天试驾到的这款车呢 就是其中一员大将 吉利 银河一巴 性能版 其实相比于普通版车型 我更感觉性能版要更能够hold住这套前脸的设计 因为它的整个前脸设计是比较的凶悍 线条也是比较锋利的 而且再配上磨砂灰的车气的话 整个车的凶悍的程度又提升了一个level 而侧面的话就比较符合吉利给这台车的定位 一个最美轿车的这样一个定位 因为它的线条是比较的笔直的 加上车长是超过了5米 看起来是比较修长的 当然性能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它的轮弓 是一个20寸的刀锋式的轮弓 所以说看起来要更加的帅气 拉风了一点 而车尾设计的话 我其实感觉还是比较的这种抓眼球 特别是尾灯的造型 当然还有一个大溜背的设计 而且还有个小细节 就是它的后备箱的这个门 还可以通过影音控制来打开 你好 影后 打开后备箱 你看 特别是买东西 很多购物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就又不用动手了 特别的这种方便 进入车内的话 你就会发现性能版的类似 它既兼顾了性能 又兼顾了科技感 科技感当然就是这个 45英寸的8K的宽屏提供的 这个屏幕的分辨率 比我们之前试的 即越01的那个还要告诉整体的成像 或者细腻度 看起来是很巴士的 然后这个屏幕的话 用的是银河NOS的系统 8295的芯片 虽然是三个屏幕组成的一体屏 但是它其实是无界的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是什么 你看这边显示的驾驶道路信息是比较丰富的 中控这里显示了一些车辆 导航的信息 副驾屏的话 又可以提供看电影 听音乐 以及控制空调 各种各样的功能 的确是比较方便 而且它也代表了极力之后的 类似走势的虚向 然后性能或者战斗感的体现 当然是这个半幅式的方向盘 而且是用了一个翻毛皮加皮质 双PIN的材质 当然其他翻毛皮的运用 门柱以及门板得到了很多的体现 然后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极力的人为关怀 为什么 你看这个对吧 本来传统的这儿都是全覆盖的 它设计的是一个透明的 既可以遮阳又不遮挡视线 所以说是比较贴心的 还有一个贴心的是什么 它有手机无线充电 也有Type-C 而且还有一个USB的插口 所以说即便你用的是不同的手机品牌 在这个车上都能得到充电的满足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很多朋友反馈 就是这个2925毫米的轴距的后排空间 没有想要那么大 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把座椅拿也调来和B注式持平了 然后用全来表示的话 三拳半 接近四拳的样子 下凹也是比较轻松的 你看即便是这边副驾的座椅 是往后面调了很多的 我们也来下凹一下 也是能够比较轻松的下凹下去的 所以说整个后排的腿部空间肯定是没了问题的 但是它的这个头部空间的话 的确是稍微的弱了一点 你看即便我是一样的小身材 只要把这个杯打直对吧 都要顶到这个上顶了 所以说你再高一点的话 可能头部空间稍微是弱了一丢丢 但是它是把座椅往后面设计的躺了一点 所以说整体的这种感受的话 拿进来还是比较到位 当然对于想买性能版的用户 这个车开起来的这种加控感受 肯定是你们最关心的 现在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把它开起来看一下表现如何 第一个就要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半幅式的方向盘好不好用 在大多数的使用场景下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它唯一会出现一点打扰的地方 就是你在城市里面掉头 或者是在停车场倒车入户 这种搬方向盘的时候 就的确还是有一丢丢的不方便 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性能表现 首先它的双电机的总功率 能够做到475千瓦 风筝纽约能够拉到716米 3.5秒破百 现在来试一脚 你好银河 卓家请讲 切换到运动模式 好的 是不是不经意间 只要一脚垫门下去 你就会感觉身体贴到座椅上 所以说追求加速的畅快感受的话 银河18的信任版是比较符合你的胃口的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底盘质感 我更感觉现在买车买大厂的好处有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用集团的实力来研发打造一台车 对吧 就比如说这台银河18 它是基于极力 SEA纯电平台构架打造的第一款轻产物 所以说即便价格不算太贵 对吧 20万出头 它也用上了很多极力集团的新鲜的技术 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 前迈福信后多连感悬挂的 滋生下 再加上这种50米50的前后载荷的调节之下 是比较的顺畅丝滑的 是匹配上了性能版的调节 所以说你开起来的确是很战斗的 另外这个车在过一些烂路或者坑洼路面的时候 它是兼顾了一定的舒适性的技术上来调性能版的驾驶感受的 也就是说这个车在拥有很毛躁的性能输出的基础上 整体的驾驶质感拿捏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性能版车型 据说充电还特别的快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充电速度究竟多少 可以看到这个银河18性能版 在这种800伏平台以及碳花龟模块的这种支持下 它的充电效率真的是很高的 即便是刚才已经接近80%左右 SOC的捐流充电的一个状态 它的功率也能够保持在120千瓦左右 所以说按照他们官方宣传 五分钟充180公里的续航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在结合今天我们对这台车的试驾表现来看 这个性能版首先是能够hold得住这一套外观的设计 其次的话它的驾驶体验也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说如果你手持20个W左右 想买一个既帅 开起来又拉风 性能又毛躁 又没有充电 不能焦虑的一台纯电动 轿车的话 极力银河18的这个性能版 的确是很值得你去试驾去考虑一下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